小一朵梅钱亮 赌气进了玉泉山 真是凭着他的经验 这座山可不好近 钱亮找到了敌六座大寨 估计呢 这座寨是六寨主王子后的 他呢 就越过了墙头 越过了寨兵住的房 然后呢就靠近四合院了 双脚轻轻一点 叉叉叉叉燕子三潮水 就飞上了四合院的花墙 他知道 玉泉山几位寨主武艺高强 一点也不敢粗心大意 他望下观瞧了半天 确实相信院子里没有暗哨了 这才轻轻的飘身而下 落地无声就站在了墙角下面 他一看 西边上房灯亮着 南房呢 是两明一暗 东里间是暗间 有打在窗户里 透出灯光了 两间外间是黑的 肯定是没点灯了 钱亮就慢慢往前蹭 因为他靠着南方进 他轻轻一步 到了南房的窗户根底下 就在这时候 屋里边有人说话了 听这声音呢 是一个私事开外的妇人说话 哟 姑娘 我家债主爷把您请进山来了 您算算 三天三宿 瞧瞧瞧瞧 哎哟 这三天哪 把你这小脸蛋啊 都枯黄了 你看你不吃不喝 其实你也不糊涂 你长得多俊呢 啊 要这么灵气 心眼也太死了 最好还是听妈妈我的 你要是做了我们六寨主的压寨夫人 那可是享不尽的荣华 受不尽的富贵 再说 这债主爷呢 年纪也不算大 也就四十出头吧 啊 谁说牌不那么亮 嘿 那六寨主爷多魁梧啊 要说武艺 甭说咱们玉泉山 就是南七北六十三省 你打听打听 嘿 哎呀 六寨主啊 那纯菜是三尺钩子挠痒痒 算的是一把硬手啊 姑娘啊 要听我的 你啊 就别这样了 答应了吧 没亏齿 小一朵梅 前亮一听着乐呀 心说 这就是人走石器 马走标 骆驼单走 罗锅桥啊 该找我小一朵梅露脸 我进了一泉山 这头一碰 嘿 真让我碰上了 摸对了 这个姑娘肯定是张秀才的女儿张宋娘了 被抢来三天了吗 这个婆子怎么劝她 我得听听 姑娘活动活动 心眼没有 前亮侧耳静听 这个时候 一会儿 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说话了 不过声音可不脆 稍待 丝雅 前亮心说 甭问了 这是哭的 呸 婆子 你别劝那家姑奶奶 你到寒家滩 去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张宋娘是个烈性女子 再说了 我的父亲是个有功名的人 大清朝的秀才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 秀才之女 岂能将的清白肢体与山贼为伴 你呀 废话少说 你家姑奶奶 我就诉求一死了 还真让前亮碰对了 这个姑娘正是被抢上山来 张秀才的女儿张宋娘啊 可以呀 前亮在窗户外头 听的是一清二楚 按数大致 行 姑娘是个烈性女子 既然是个烈性女子 我前亮一定想办法 把她救出玉泉山 救 救死好手 我怎么救啊 对付屋里的婆子 嘿嘿 小才一滴 可是这位六寨主 做山雕王子后的 武艺高强 本领出众 她手势双躺 力大无穷 躺着我进了屋 这婆子一嚷 惊动了六寨主 我一个人出玉泉山都难啊 甭说 我得背出这个姑娘张宋娘啊 怎么办呢 前亮正在窗户外头琢磨 这时候屋中张宋娘又说话了 行了行了 你也别劝了 姑娘我答应了 怎么办 你到上方啊 告诉六寨主 让她上这屋来 我得看看 要是你家姑娘看上了 我呢 就做你们寨主的压寨夫人 要是看不上啊 姑奶奶 我就是不答应 前亮心说怎么着 姑娘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小一朵没前亮 五亿 虽然是平常 可是心眼挺多呀 她听见姑娘说出这番话来 心说不对呀 其实呢 姑娘是明着答应 实际上 她想跟六寨主一死相拼 前亮心说火烧眉毛 不容迟疑呀 今天 我小一朵没前亮 已然进了御泉山了 即便救不出张宋娘 我战死在御泉山 嘿嘿 照样可以名扬天下 四海皆知 我就不至于活得那么窝囊 让这小脑袋官照臂天天挤的我 前亮都想着他 就听门一想 这个婆子一摇三摆的 出了南方 就直奔上房去了 前亮知道啊 肯定他去见六寨主王子后 这个时候 做山雕王子后 正在上房喝茶呢 提起这位六寨主 他呀 并不是酒色之徒 从小到少林寺学艺 是海清老发师的徒弟 他练的是少林寺的功夫 玉泉山大寨主 孙广文 看王子后 威人正派 武艺又高 所以 跟他结拜 八拜之交 两个人磕头 拜了把兄弟了 就把王子后 请到玉泉山 当了六寨主 这位六寨主 练功夫上心 可从来 没想到过 娶个媳妇 生个儿子 成家立业 没想到 玉泉山来了 害群之马呀 这领头的 就是敲嘴巴 大根徐万载 这小子 借助玉泉山的势力 他想干 反清复明的事 徐万载 武艺不行 这嘴能说 真是不让 苏秦 气死陆家呀 他知道 玉泉山 山规太严了 大寨主 孙广文 威人正直 对自己的反清大计 根本不上心 哎呀 怎么办 徐万载 就想出一主意 明着说不成 我得想办法 在这玉泉山 扩充我的势力 我利用美女嘉宁 我把你这些债主 全都拉拢 拉拢到我的身边 鼓励你大寨主 金头缝 我陪着我个人的势力 所以呢 他就看上了 六寨主 隔个三天两天的呀 溜了答答来了 哎 穿门来了 聊天吧 他嘴又能说 王子后呢 他不善于言辩 他老这么聊着 王子后还挺爱听 老说话人熟了 这话就好望里透了 这天 他又来到六寨主的寨 俩人对手喝酒 喝酒聊天吧 借了机会 这个徐万仔就跟六寨主说 廖弟 要说这个少林寺的功夫 嘿嘿 你呀 是咱们玉泉山的一杆大吉 可是这常言说的好 不孝友三无后为大 六弟 百年之后 你没有个披麻带孝的 惨哪 虽然说咱们武林当中 不讲究这个 可是 咱们撇开武林不说呀 你这么做就断了 往事的后代相言了 这对不起仙人哪 要是以着老哥哥我看 还是找个压寨夫人吧 要是给你生个一儿半女的 也算有个结果呀 头一回说 王子后没往耳朵里去 第二回说 王子后就稍微有点动心了 等徐万仔说到第三次 王子后心眼火了 军事 别劝了 就照你说的办 不过 我可有话在先 别瞧我今天四十五了 你可得给我找一个黄花闺女 是个贤惠女子 长得还得漂亮 醒 徐万仔一看六寨主答应了 高兴极了 找个机会下山 就到了寒家滩 去找庄主 静接罗汉 寒云虎的四个儿子 寒十四鸟 他把这一丝一说 这四鸟还真为他办事 就把张秀才的独生女儿 张宋娘抢进山寨 这个大姑娘被抢进玉泉山了 茶不喝 饭也不吃 每天以泪洗面 誓死不从 这么一来弄得六寨主 王子后很扫兴啊 他就把军事徐万仔叫来 军事 你看看你弄的事 婚姻大事嘛 男女双方同意才行 人家不愿意 你勉强 这日子也不好过呀 你啊 赶快派人把这姑娘送回寒家滩 徐万仔三角眼一捉 六弟呀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哪个姑娘被抢上山来 她不得装装样子呀 这事交给我 管保她不出三天 痛痛快快的 答应嫁给你六寨主王子后 王子后看见这个姑娘啊 也确实喜欢她 不但人长得漂亮 确实是个黄花大闺女 而且是出身书香门第 这个姑娘知书达理 行 所以呢 他点头答应了 徐万仔马上找来张婆子 我告诉你 你务必把这姑娘 给我劝得回心转意 啊 只要她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呀 给你二百两银子 行 报给我了 这个张婆就劝啊 一直劝了三天三宿 今天这姑娘总算有了活话了 哎哟 婆子高兴的执念弥陀佛呀 姑娘 你等着 我去见六寨主去 她马上出屋 去找六寨主抱着喜心 六寨主坐着正喝茶呢 门响了 这婆子进来了 哎哟 六寨主啊 我给您倒洗来了 姑娘总算点了头了 真的 您瞧 我这嘴都快磨破了呀 六寨主啊 不过 姑娘有个条件 她说呢 得看看您 啊 她要看上您了 她叫当年的压寨夫人 她要是看不上呢 哎 六寨主 她能看不上吗 您瞧您这么魁梧 这么威风 您赶紧 跟我去 王子后很高兴啊 手里头拿着个八角叶 扇着 出了屋子 就跟着婆子 奔了南方 小一朵没钱 两一看 这机会可到了 她轻轻在后边跟着 也进了南方 就躲在门后头 准备瞧准了时机 出其至胜 救走了 姑娘 六寨主王子后走到了张宋娘的面前 一看 张宋娘满面是泪水 哎呦 这一哭更好看哪 好似鱼打的梨花 血压蜡梅 别有一番风用 王子后也高兴 好啊 答应了吗 姑娘 姑娘啊 刚才张婆子说了 姑娘愿见本寨主一面 我来了 姑娘你只管看个够 只要能答应 做本寨主的夫人 本寨主绝不亏待于你啊 哈哈哈哈 她在这乐呀 张宋娘知道面前就是六寨主王子后 这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了 王子后 啊 六寨主心说怎么叫我名字啊 她愣了 她瞧着姑娘 王子后 我听说你一压五林 名望很高 你要娶妻生子 也应该按照规矩来呀 啊 你为什么要抢你家姑娘 哈哈 哎呦 本寨主是喜欢你这双漂亮的眼睛啊 哈哈哈哈 姑娘一听 心中怒火上升 一抬手 又打头上 就拔下一只金簪 你不是爱看我的眼睛吗 你看 拿着金簪 就奔着自己双眼刺去了 不好 不好两个字 是同时是同时有两个人的嘴里喊出来的 一个是六寨主王子后 她一看姑娘拔下金簪 要刺自己的双眼 后悔了 急忙伸出掌来 她想用自己的掌力 把姑娘手中的金簪 给震落了 因为过去钻手 已然来不及了 另一个叫出不好两个字的 就是藏在门后头的 小一朵梅前两 她一看六寨主 逼得姑娘拔下金簪 要刺眼睛 侠气一胆 顿上心头 她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不好 随着这声喊 这口单刀举起来 蹭的一下 油打着门后头蹦出来 借刀使力 他依然蹦起来 由上望下 这口刀就奔着六寨主 坐山雕的脑袋砍去了 立披华山他 如果这刀砍下去 正是坐山雕的脑袋 那坐山雕盖砍的呀 武艺高强 本领出众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他听声变悟 觉得脑后风响 把头一摆 插 他往旁边移动身子 这屋里就这么点地方 旁边正是张婆子 这张婆子挡着这么一下 柳寨主 可倒了没了 前辆的这口单刀是 某足了劲了 来得太快 王子后虽然把脑袋躲开了 身子可就没躲开 没完全躲开呀 张婆子在这挡着呢 那边就是门框了 就听 打 前辆这口刀 没砍上王子后的脑袋 正砍上他的肩膀 按说这一刀 就应该把王子后的 绑子给卸下来了 可是王子后学艺在少林寺 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步山 哎呦 哎呦是谁 哎呦啊 不是王子后 是小一朵梅前辆 前辆就觉得虎口发麻 让这王子后肩膀反弹里给震的 这口单刀就脱手了 哐朗朗就掉到地下了 王子后一陌生 大谈 什么人竟敢对你家六寨主 下阵的狠丑 小义躲没钱量砍人家一刀 人家王子后没事 钱量可吓坏了 还敢在这待着 回身撤步蹭的一下 出了屋子 上南方了 王子后跟着野村出来了 但是王子后没带着兵来 手里就一把芭蕉印啊 没法去追着钱量 赶紧回到上房 挂上百宝囊 摘下凤翅糖 把这毒药味的铁机里带好了 然后就出门去追赶钱量 王子后给钱量腾出这点功夫 钱量就蹿出了三道围墙 按方向说 钱量应该往南跑 可钱量跑得一慌 他认错方向了 他往东北方向跑来了 跑着跑着 钱量觉得不对 然后他一磨头 好 奔正西了 长颜说得好 鸡不择食 慌不择落 只能是缝坡爬坡 玉坎跳坎 哎呦 爹 娘哎 您怎么烧给我两条腿啊 他跑着跑着 嗯 站住了 前面是条大山剑 山剑就把去路给挡住了 小一朵没钱 两往对面一看 这山剑 起码得有五丈宽 望下一看 黑骨骆冬 看不见底 我跳 我过得去吧 起码得五丈宽呢 我要是跳不过去 我摔到底下 飞成肉泥烂浆 不可呀 得嘞 听天由命吧 小一朵没钱量 只能顺着山剑跑 他想绕过去 他刚要迈步 就听身背后脚步声音 腾腾腾腾 透着沉重 他回头一看 呦 坐山雕 王子后可追上来了 坐山雕一边追一边喊 小贝 哪儿跑 我非把你砸成肉泥烂浆 不可 追 前亮听到喊声 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 借着月光看得很清楚 就瞧王子后 急步如飞 快呀 就好像一只展翅的老雕 几个纵跳 就离自己还有一见之地了 要怎么遛寨主人称坐山雕啊 前亮心里琢磨 王子后脚程比我快得多 我要是绕道跑 我非让他追上不可 他要是把我追上了 就得给我砸成肉泥烂浆 哎呦 我前亮怎么办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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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